股票一旦走出了这一种形态结构 你中仓买入就对了 因为这是主声浪起飞前的助跑 只要你能够抓住到一波 通常直接就可以获得50%以上的回报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这五种形态结构 只要你能够掌握 抓住主声浪 让你在股市当中真正的大有收获 对于实战方面的技能 以及当下市场当中 严选出来的短线标 我都把它放在了文章里面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看文章的粉丝朋友 可以到咱们平时 跟自己的亲戚朋友打语音聊天的地方 进行搜索王牌论股 只有这四个字 锁定好每天的文章更新 就不会错过下一只的涨停牛股 好 接下来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形态 高开中子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此时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高开震荡的K线 一般是带有上下引线 类似于中字的小K线 这是主力震仓的痕迹 一旦接下来出现了一根实体的放两阳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买入时机 一旦买入后面直接就启动了一波短线的拉伸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低开缺口调整 一旦在第一位出现了一个低开低走的缺口 那么这就是主力在恐吓散户 之后如果能够出现一根阳线来回补这个缺口 并且这根放两阳线能够站稳上短期的均线 比如五日线 十日线 那么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上车点 上完车之后 隔日直接涨停 后面还有一波持续的拉伸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平台小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股价先是一根大阳线 然后接下来形成了一个平台的小阴小阳的K线进行震荡 那么小阴小阳的K线 它的实体不能够大于前期这个位置阳线的实体 震荡时间周期一般是在三到五天 当某一天股价一旦突破了震荡平台的高点的时候 直接上车后面果不其然 直接迎来了一波短线的拉伸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 巨量阴线的调整 这一种呢 就是个股在走势上会出现巨量巨阴的K线 让我们认为是阻力在出货 当然了 它也有可能就是在出货 怎么才能够辨识它不是在出货 而是强势洗盘呢 那就是当接下来股价某一天能够收出一根放量阳线 并且突破上巨量阴线二分之一的这个价位的时候 并且股价能含收复上了短期均线五日线 那么就是我们的进场时机 一旦进场这一波的短线套利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手中 如果你是做中长线 那么我们就以巨量矩阴二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作为我们的防守 买入进去之后 涨了之后冲高回落 回落只要没有跌破 巨量矩阴二分之一 就可以继续持股 后面在这个位置再来了一个涨停板 这是第四种 第五种 上下引线的调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股价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比如这个位置 出现了两根K线 这两根K线呢 第一根K线带有长长的上引线 第二根K线带有长长的下引线 就形成了上下引线的调整 说明这两天 庄家在进行来回的绞杀洗盘 直到呢 在这一天出现了一根实体的放量大阳线的时候 直接突破 吃掉了这两根阴线的开盘价 直接就是我们的上车点 上完车之后 直接就启动了一波拉升航行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 一旦出现了这五种底部形态结构 一旦买入 我们就能够抓住到一波短线暴涨的航行 希望对粉丝们们在操作上有所帮助 更多的技术干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